在青年男子的枪繩之寇 部落族人一一进场 每个人都盛装参与 因为这可是茂林部落 卢凯族人重要的旗雨季 因为我们的风缩 好像到天上有点干旱 好像没什么风缩 所以就说特别在今年 要包含旗雨季 因为每年不一定说 会遇到这个没有下雨的 或是那个 孤起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这个年 种植的农作物 因为没有下雨 造成需要来举行这个仪式 祈求降雨的过程 有很多的禁忌 需要遵守 另外信心很重要 因此部落妇女 都会准备大量的木材 表示坚定相信旗雨季之后 必会降雨 部落开始就是不能吃盐巴 不能在田里烧火 然后妇女就要准备很多的木材 在郊外备用 然后这个是象征的就是 一定会下雨 给我们族人更多的信心 非下不可 所以我们准备很多的木材 等到下雨的时候 我们就有备用 很好用 祈雨季之前 部落青年会去狩猎 也是相信祈雨季之后 必定降雨 要在欢庆的时候 与部落族人共享 我们以前部落都是 有这个活动 都是有狩猎 所以很荣幸的为部落 能让他们分享这些动物 为了因应干旱的季节 高雄市茂林区 在四月初举行祈雨季 这并不是每年都会举行的祭典 而茂林部落保留卢凯族祖先 传统祈雨季 非常珍贵也很特别 约时新闻 穆拉斯 达久 高雄茂林采访报导